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巴基斯坦农村地区非常擅长打井,就是这种简易的设备,在他们手中发挥出了最大价值,考虑到成本问题,他们决定手工打井,老师傅在院子里,找到一个有水的地方,用洛阳铲在地上打出一个小型的孔洞,每当把地下的泥土提上来的时候,就有一个人用班手敲击洛阳铲,把里面的泥土倒出来。 一个人累了就换另一个人继续,这种方式打井虽然工作效率低,但是对当地普通百姓来说,是最适合他们的方式。 井孔打出一个大致的样貌之后,找来一个滑轮,涂抹一些润滑油,然后树立三根钢管搭起一个架子,当作钻井架使用。 钻井架搭好之后,找一根钢管放进井孔内作为井壁,因为当地土质松散,直接灌水容易冲垮井孔内壁导致垮塌,所以要放一根钢管之后在井内倒水。 对于打井来说,水和泥浆是重要的辅助材料。 油水的地方一般含沙量大,给井里灌点水,和井里的泥土流沙混合,沙子就比较粘了,水和泥浆可以把沙石带上来。 同时也能够软化干燥的泥土,井孔变身以后需要加装两块木板作为夹子,把钢管井壁固定住。 因为井孔比较深,遇上泥土中的小石子和大石头,旋挖钻就会打不动,所以必须要用这种冲击钻的方式打井。 这种打井方式最早起源于我国北宋时期,四川自贡最初用这种方式开凿手工岩井,当时叫做卓通井,最深可以打一千多米。 一个管子不够深,他们又接了一根钢管作为井壁,井壁高了不好操作,需要两个人一起配合。 经过半个小时的忙碌,第二根钢管终于渐渐沉入地里,为了加快打井的速度,他们在木头支架上面,马放了两排红砖,借着洛阳铲的冲击力。 井壁在红砖的重压之下慢慢下沉,他们两人是职业打井人,仅仅半天时间就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。 中午休息的时间,一人骑着摩托车去小商店买水暖管件,他们把PVC水管钻上一排排小孔,趁着店主钻孔的时间,他又到隔壁五金店买了一个离心泵。 回去之后先往水井里面倒入满满一桶水,然后用一个塑料圆锥接头涂上胶水,把圆锥接头和PVC水管焊接在一起,再用缝制好的纱网套在PVC水管外面。 这个主要是用来过滤泥沙小狮子的,沙网的接口处需要用胶带缠绕结实,然后顺着井壁边缘慢慢放下去,由于水管不够长,还需要焊接一个PVC水管,在第一根水管上面涂抹胶水,第二根PVC水管用火烘烤,变软之后把它和第一根水管焊接住,一看这种操作就知道他们经验丰富,仅仅一块抹布就把两根水管运烫平整了,为了保险起见。 再把两根水管接口处的位置,用胶带缠绕结实,然后把焊接好的PVC水管,全都放入井壁内。 水管放到水井中无法下沉后,再松开木头夹子,把钢管井壁取出来,把多余部分的PVC水管切割掉,下面一根钢管井壁,也按照同样的方式取出来。 只留下PVC水管在水井中,把连接离心泵的管件涂抹上胶水,然后把它和井内的水管焊接在一起。 接口处用胶带缠好,PVC用胶水焊接是可以的,一般能在水下使用20多年,最后把离心泵放在合适的位置上。 让离心泵的接口和水管接口处完全密闭住,拧紧螺丝接通电源,离心泵就能把地下水抽上来了。 可以看到单纯依靠离心泵自吸,是吸不上来的,需要往里面慢慢加水,依靠加水,把水井里面的水流往上引。 这种自吸离心泵的最大吸成,可以达到9米左右。 所以一般这种打井方式打出来的水井不超过10米。 不过对于他们来说,作为生活用水已经完全够用了。